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我后面这个那么漂亮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是在东巴乐园 其实呢 我来到这里呢 我做了一些小小的功课 里面呢 有很多很多的主题呢 哇塞 这个迫不及待要去玩了 听说这边可以花个三四个小时以上啊 你知道吗 这个听说是在从1980年的时候 它其实是一个资人的乐带植物园哦 只不过在1980年它就开放给大家参观了 然后后面的建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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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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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现在里面整个东西超丰富的 超好玩的 你要呢 看民俗表演也是有的 你如果要拍一些网美照 有一些植物啊 花也是有的哦 吃吃喝喝更是不能少哦 哇塞 听了我讲那么多 是不是跟我一样 你觉得里面是什么啊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来啦 我也觉得一进来我就觉得这样子 哇哇哇 到底要哇什么呢 我们去前面看嘛 GO 然后这里面因为它有些设施是分开的 所以要另外付费 那这个的话呢 是属于它的园区里面的油车 一个人是150泰铢 我们上车看看它 带我们去哪里吧 GO 上车老司机 嗶嗶 哇塞 因为我刚刚坐的那个车这样子走下来走下来走下来 这个园区里真的超大超大的 大到我坐车有点运车的感觉 那现在我停在这一区呢 去恐龙区 哇 你听到那个声音 好没有听到没关系 我们进去里面看就知道了 因为感觉我一样逛 我看到好多恐龙很好拍照耶 GO 哦 那边 哈哈哈哈 走错方向 这里 哇塞 我进来了 我觉得这里面真的超好玩的 而且我是下午来的时候 那人就已经快要没有什么人潮 所以这个恐龙世界都是我包的 哦 我知道了 为什么它会跟恐龙做结合 因为我刚刚有说了嘛 它是植物园啊 对不对 你看有很多仙人 你要这样的 这样的也是有 你要是这样子 也是有 各式各样的仙人长在这边都可以看到 可是啦 它不是这边就全部只有仙人长 在外面也有很多花 也有很多树 各式各样 因为我刚刚说的是什么 植物园 只不过我对这一区比较有兴趣 你看Dinosaur 恐龙区是最新才开始开放的 呃 这个地方真的太美了 而且我觉得真的 真的是可以在三到四个小时 如果你没有要搭车的话 你自己边走边散步 一方面可以收卡路里 一方面可以要拍就拍 可以要停就停 非常的方便 所以呢 现在我要去好好的跟我的恐龙 来一个恐龙之舞 其实我是恐龙的始祖啊 因为我也是恐龙啊 呵呵 呵呵 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 我刚刚逛完了恐龙区这一区呢 我觉得真的是不够 因为我来的真的是太晚了 希望我下次可以提早一点点来 然后我真的要好好认真地逛它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因为 真的每一区都还蛮好拍照的 真的除了是有点热 不过我觉得下午的好处就是因为呢 就是 呃 太阳没有那么大 而且那个风吹起来还蛮舒服的 我觉得 怎样怎样 我觉得应该还不错吧 如果这样逛起来的话 可以一边拍照啊 然后一边聊天啊 饿了还有东西可以吃 然后还可以认识恐龙 还可以认识植物 还可以认识你自己呢 呵呵呵呵呵呵 好像说了有点多了齁 好啦 我认真的想要说一下 东巴热园呢 这里真的是可以值得你花上半天的时间 如果你来到帕塔亚呢 不知道行程该怎么安排的话 没关系 东巴热园把它列入到你的行程里面也会很不错喔 你会有很多很多妹妹的照片 啊 真可惜 真可惜 真的很可惜 下一次我真的一定要给她逛好逛满呢 好 最后要跟我们的夕阳说再见了 车子在等我了 我再继续说下去 我的车子就会走了 接拨车会走 啊 先这样子喔 拜拜 想要知道更多鸭美甲 更多真人 呵呵 想要知道更多鸭美甲的泰国资讯 请记得订阅鸭美甲 YouTube 跟粉丝团喔 拜拜 赶快走啊 赶快走啊 好 走啊 赶快走啊 赶快走啊 找到这面了 快走啊 赶快走啊